微小说三国赤壁市长选举辩论会 源于电视台为招公信 在三国时期举办了一场赤壁市长选举辩论会 由记者小白主持 候选人包括了一号曹操 二号周瑜 三号诸葛亮 原先说好的辩论方式 是首先由三位提出政绩 政见 然后再互相结问应答 记者担任仲裁人 没料到不但三位候选人 连观众都对政绩和政见毫无兴趣 吵着要他们赶快互相攻击揭发隐私 一号曹操首先发难 我要向市民申冤 控告周瑜诈气 他借酒装疯 把我派去卧底的蒋干 拉到中军帐中提供假消息 害本人因此做出错误决定 中了他的轨迹 市民绝对不可选这种阴险狡诈的人 周瑜冷道 兵不厌诈 对你这种一代奸雄需要老实吗 我只要对市民老实就可以了 倒是你十四个妻妾 有十二个是别人老婆 还勾搭详将张秀叔叔的妻子走势 结果爱将和儿子被杀 自己差点连命都没了 经此教训 居然还梦想同阙春深所二桥 这样的人品可以当市长吗 诸葛亮听的哈哈一笑 与善清谣 他说 没错没错 非但如此 曹操的短歌行 以及其他的诗文 很多疑似他人代彼 曹某本人的文采不过一般 现不妨叫他背诵自己写的月明清晰 乌雀南非 看他是否背得出来 这伪造文书 诗歌与论文抄袭的罪行 显然当为赤壁市民所唾忌 曹操怒回道 你周某说我勾引他人老婆 那是私人领域 可是你半夜纵火 把我的铁锁连环战船 烧得个片甲不留 官兵伤亡惨重 这样的罪行早该进监牢官一辈子 还能当市长了 而你诸葛亮居然上七星台式妖法 借他东风 也算是个从犯 诸葛亮道 借他东风是天意 你曹某怪不得人 但是周瑜此人心机太深 也是真的 他不但骗过了你的奸细蒋盖 还独打爱将黄盖 施展苦肉计 让他投奔于你 这虐待属下的罪名 应该也要公之于是 让赤壁市民知晓 他选的二号 是怎样心狠手辣的人 周瑜一听大怒 回身向诸葛亮骂道 你经常装神弄鬼 卖弄奇门遁甲 向市民鼓吹迷信 这样的市长 我们能接受吗 还有你的草船借鉴 没开收据 就骗到了十万之鉴 这难道不是做假账 别忘了 市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主持人小白眼看 三人争论不休 迟迟不愿发表证件 也不想诉说证件 为了公众权益 不得不举牌 要三位先停下来 诸位前辈 你们应该向市民报告证件 告诉大家 以前做了什么 向市民发表证件 告诉大家 未来要做什么 这是候选人的责任 现在三位扯了半天 但这些故事 都在三国演艺剧本里 是不是干脆 让他们回家追剧 就行了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批诺的责任